还有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 败选后三个月选择以校园演讲起步 谈到自己从前如何参与社会运动 蔡英文不免也提及最近最敏感的议题 油电双掌批评执政者不顾人民感受 明显与社会脱节 蔡英文这次校园演讲外界揣测 是替后续再起铺路 不过蔡英文事前已经否认 只是看看演讲会场中 所无虚席 校方还特批另一间教室 实况转播给无法入场的同学 就知道小英主席魅力不减 东三新闻在高雄报道